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Vivian's class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二十三网校 继续来到Vivian的课堂 那么今天呢,我们同样的还是要跟Vivian继续来进行大闯关了 那么今天我们的闯关任务就是我们的Lesson 21疑问句 特殊疑问句以及选择疑问句 在上一次的闯关的过程当中 我们已经对一般疑问句 还有我们的反义疑问句进行了一下小小的探究 看大家是否还能够记得住 好,我们看一下一般疑问句 一般疑问句的构成大家还知道吗 首先如果说一个句子当中的谋语动词是B动词或情态动词的时候 直接将这两类动词提到前面去 其他的部分照抄就可以了 比如说这一句 He is her brother Is he her brother? They will come back later? Well, they come back later Right 好,那像这样的句子很简单 那么还有种情况就是 当是 Does, do, did 加主语 加上实义动词的原型 就是意思是 当我们碰上一个实义动词为位于动词的句子的时候 我们需要借助助动词的帮忙 来构成我们的一般疑问句 比如说这两个句子 My mother gives me a beautiful present Does your mother give you any beautiful present? 那么在变一般疑问句的时候呢 有些细节的地方需要大家是非常注意的 第一个呢 也就是你们的第一人称 要变成我们的第二人称的 My变成我们的 Your 我的变成你的 好,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呢 就是 我们这里一定要用到any 冠词的变法 以及还有标点符号的变法 这些细节的地方 在上一堂课 未必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这就是我们的一般疑问句了 那么一般疑问句的 还有就是 它的否定结构 表示各种情绪的情感 比如说这句话 Aunt you coming? 你来吗? Yes, I am No, I am not 那在这样的一个 一般疑问句的否定状态当中 我们需要注意的 就是这个yes 或者是no 它的翻译到底怎么样翻 翻成它相对应的反的 yes翻成不 no翻成是的 但是如何 用到yes还是no呢 具体的还是要根据一个客观事实来定 肯定的客观事实 我们用yes 否定的客观事实 用到no 相信大家一定都有所了解了 好 那么看一下这个反译疑问句 好 反译疑问句很简单 就是一个陈数句 后面接上一个非常简单的问句 那么我们需要做到的就是 前否后肯 前肯后否 两个是相对的 那陈数句如果是肯定的 那么后面的问句就是否定形式 那前面如果是否定的呢 后面的就是肯定形式了 非常好 那回答呢 也是要根据我们的事实来的 那么事实肯定用yes 否定要用到no 前否情况的时候呢 我们的翻译yes 要翻成不 no要翻成是的 所以这这样的两个例句哈 北京 is a beautiful city isn't it? yes it is no it isn't ok 前肯后否 yes或者no 正常翻译 she didn't buy anything last night this she ok 前否后肯 那么这里他的yes 或者no的翻译是相反的 ok 一个是不 一个是是的 这样的细节哈 需要大家 反复的去酝酿一下 反复的去斟酌一下 ok 好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反应疑问句当中 三个比较常见的特殊情况 第一个特殊情况 就是在我们的陈数句当中 如果是以let's引导的句子 那么后面的疑问句呢 我们就用到shall we ok用到shall we 这是一个固定搭配 Let's go to watch a movie shall we ok 好 但第二种情况就是 我们的we语动词是wish的情况 那么反应问句呢 就用到may再加上一个主语了 比如说这个句子 I wish go home now may I 我现在想回家 可以吗 所以碰到了wish 后面的要用到may I ok may加上主语 好 第三种情况就是 当陈数句出现否定意义的词 它的问句呢 也要用到肯定形式 那么看一下否定意义的词 在小声出当中 我们常见的有哪几种 好 这几种 跟我来一遍 feel little nothing heartedly never ok he never goes back home before ten o'clock dustky 这里要用到肯定问句了 ok 他从未在十点前回家 诶 是吗 所以好 这三种呢 是我们反应疑问句当中的一个特殊情况 所以在这首题的时候 一定要睁大眼睛去抓取它的一个关键词 好 left wish 和这些就是我们的关键词了 ok 好 如果说这样的反应问句 还有一般疑问句 你都能够ok的话 那么看一下这样的题目 你到底会不会做呢 哎 就是 旧化线部分进行提问 一二三四五题 那对于这样的题目来讲 就不单单是我们是 哎 怎么样 要改为一般疑问句了 非常不一样了 对不对 是完全不一样的题目 那对于做这样的题目 有很多同学就比较头疼了 压根就不知道如何下手 那没关系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的闯关任务 什么样的任务呢 就是特殊疑问句的构成 怎么样将 哎 陈述句变成一般疑问句 我们这已经在上堂课有所探讨了 那么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 怎么样从陈述句 哎 变成我们的特殊疑问句当中的转变 OK 那么做这样的题 哎 我们等会一一分析之后 我们再反过头来看一看 是不是非常简单了呢 好了 首先第一个问题 好 想问一下大家 什么叫做特殊疑问句 我们知道的一般译问句 是可以用yes或者no回答的 那特殊疑问句呢 特殊疑问句是什么 是对句子中某一个部分提问的疑问句 它是不可以用yes或者no回答的 而是要用到 哎 实际情况来回答 那么一般情况下哈 特殊疑问句的构成非常的 哎 简单 其实要记住一个就是特殊疑问词 再加上我们的一般疑问句就OK了 那么一般疑问句我们掌握的情况之下 我们来重点看一下 特殊疑问词有哪一些呢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了 特殊疑问词 首先在英语当中哈 有这样的一个家族 叫什么家族呢 我们把它叫做wh家族 那这个wh家族呢 含怪了所有的我们差不多 大部分的特殊疑问词 首先来看一下 如果说它是指代人跟人相关的 指代的人 那么有who 做主又或者宾格的时候 who 那么什么意思呢 表示谁 对不对 who OK 那么这个单词呢 whom 它也表示谁 只不过它要做的是宾语 OK 好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whose 表示谁的 它指代的是跟人相关的东西 OK 人相关的东西 好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指代的物 有时这个单词指代了 what 对不对 what OK 表示什么 指代物 好 那么如果是指代地点 问地点 我们用到哪个特殊疑问词 a where where 表示哪 哪里的意思 那如果是问到哪一个 我们用到什么 which 或者which one 对不对 表示哪一个的意思 好了 如果说指代的时间呢 快速反映一下 时间 我们如何问时间 用到的是when 或者是what time OK what time 表示的是什么时候 好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指代的是原因 那么如何去问why 表示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 所以这一个就是我们常见的wh家族当中 特殊疑问词 好 每一个跟我来一遍 who whom whose what where which when what time why 好 除开我们wh家族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家族 也是属于我们的特殊疑问词的家族 叫什么 叫做how家族 那么这个how 这个特殊因词的本身呢 它指代的就是方式 或者说健康状况 我们的意思翻译出来就是怎样 那么既然说how are you 哎 你怎么样呀 对不对 你身体情况如何呀 好了 那么how衍生的呢 如果问数量 好 我们是不是有how many 或者是how much 那么代表的是多少 那这里这两者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它的意思是一样的 还记得吗 我说many后面要跟什么 要跟的是可属 什么 可属名词 那么how much呢 后面跟的是不可属名词 好 不可属名词 好 这是这一点 那么接下一点 如果你问到年龄的时候 比如说你多大了呀 哎 我们经常用到how old 表示多大 OK 这个非常简单 接下来 如果说指代的是跨度时间的长短 就是how long 表示多长时间 比如说你学英语有多长时间了 那这里的多长时间 就表示一个跨度时间长短 那么用到how long 来引导这个特殊疑问句 好了 还有一个就是频率 那么这个频率呢 我们用到how often 这how often翻译过来 就是多久一次 那么比如说 开完市区的车多久 一班呢 什么时候一班 可能是25分钟一班 半个小时一班 那这个就是表示频率 我们用到how often来引导 好 这就以上就是我们的how家族当中的 一些特殊疑问词 好 跟我来一遍 how how many how much how old how long how often OK 好 了解了我们这样的特殊疑问词之后 我们碰到这样的题目就该如何做呢 就画线部分提问 是不是很多同学碰到这样的题目脑子就嗡嗡嗡了 就完全不知道如何去想了 没关系 今天Vivian要告诉你一些做题的技巧 听好了 第一个我们第一步先变一般疑问句 变完之后干嘛呢 找合适特殊疑问词替代画线部分 好要找到合适的疑问词替代它的画线部分 那么第三步就是将特殊疑问词提到去手去 然后把画线的部分省去就可以了 还记得我们的特殊疑问句的构成是什么吗 特殊疑问词加上一般疑问句 好 这样子说是不是非常的抽象化 好 我们实战操练一下 好 这个句子 I like English 对画线部分提问 首先看到画线部分 好 English 那根据这样的三步法来讲 第一步我们要干嘛呢 首先变成一般疑问句 那这个变成一般疑问句 like 十一动词 我们要用到助动词 do 那么第一人称变成第二人称 do you like English 是不是变成一般疑问句了 好 变成一般疑问句之后的第二步 我们要找到合适的特殊疑问词 首先看到English 它指代的是什么 指代的是物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特殊疑问词还记得吗 就要用到what来替代了 do you like what 好 那么这里还没有完 还没有完 那么到第三步 我们就直接把特殊疑问词 提到我们的句首去 就可以了 就变成了 what do you like 这个就是我们 被这画线部分提问的一个特殊疑问句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几个句子 来练习一下 第一个句子 Gene is good at English and Math a gene非常的擅长于英语和数学 那么第一步我们要变成它的一般疑问句 在这个句子当中 我们看到它的位语动词是 is 对不对 所以变成一般疑问句 直接把ese怎么样提到句首去 就可以了 变成 if gene good at English and Math 那么English和Math 第二步找到合适的特殊疑问词 去代替它 你们想想一下用到哪一个疑问词代替会比较好一点呢 只代物的对不对 用到什么 a what 非常好 那到第三步了 就直接是把what这个特殊疑问词提到句首去就可以了 所以整个就变成了 what is gene good at 把English和Math 画线部分省去就可以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对不对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句子 I often go to school by bus 我经常搭公交车去学校 那这样的句当中很明显的是一个实义动词 所以它要借助一个什么 助动词 哪个助动词呢 do 对了 要变成 首先变成什么 do you 对不对 often go to school by bus 这是一个一般译问句 那么看一下这个by bus 搭乘公交车 它是问的是什么呢 是不是问的方式 我们还记得指代方式用哪个特殊疑问词啊 用到的是什么 how 对不对 所以再把这一部分提到句首去 整个句子就变成了什么 how do you often go to school 你是经常如何去学校的呢 对不对 所以变成一个疑问句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好 第三题 my mom often gets up at six o'clock 那么你看一下 这句话当中 首先变成一般译问句 那get在这里出现了 那么我们同样的要用到什么 does my变成什么 your 你的 your mom 然后呢 does your mom often 这里get就要变成什么了 原型了 get up 后面 blah blah blah的 ok 那么看到这个at six 第二步找到合适的疑问词 首先看到特殊疑问词 这里是at six o'clock 它表示在六点钟 是对什么进行提问的呢 是不是对时间进行提问的 所以要用到when 或者是water 什么water time 对不对 好 第三步就是 把这一部分提到前面去 找抄就可以了 when what time does your mom often get up 把这一个发现部分 省去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第四题 我们看一下 因为它是比较奇怪的 就是它对的是人来做主语 做主语的人进行提问了 那么这里呢 我们看一下 首先把is提到前面去 对不对 变成一般语文句 is Lily our new classmate 好 那么lily 再把它变成什么 我们的who 那么who再提到前面去 就变成了 who is our new classmate 谁是我们的新同学 lily是我们的新同学 ok 好 最后一个 I am studying English in 233 training school 我在233网校学英语 那么对这样的 我们在对233网校 进行一个提问 那么你看一下 这个句子当中 首先要变成一般疑问句号 怎么样变呢 是不是 are you studying English in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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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 那么在这里呢 in 233网校 那么这里是对一个地点 进行提问 也很简单的 地点提问 我们的特殊疑问词 要用到哪个单词 要用到where 表示地点的 ok 哪里 所以这个句子就是 where are you studying English 你在哪里学英语了 所以说像这样的句子 不再对你来说 不再是一个难题了 我们只用掌握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首先将我们的陈述句 变成一般疑问句 第二个步骤 被划线的部分 进行一个合适的 特殊疑问词 进行替代 第三步 步骤 将特殊疑问词 提到句首去 并将画线部分 进行个审阅 就可以了 那么由句号变成一个问号 就ok了 ok 好 这就是我们的 就画线部分提问 这样的题目的做法 你掌握了吗 好了 那么如果这个掌握了的话 我们把速度7快一下 来做下 我们的翻译题 Translate 像这四道题 首先第一道 这件事 这件事是 谁干的 ok 那么这里是 who did it right ok好 桌子上的书是谁的 whose book is on the desk right 好 还有就是 现在几点了 我们用到时间提问 那么 what time is it now 那么第二个 why do you like english 你为什么喜欢英语呢 why do you like english 碰到了一个why 所以看一下特殊 who whose what 特殊疑问词 放锯手 然后后面 did it is on the desk is it now 会说 do you like english 后面跟的是 一般疑问句 这就是我们所学的 特殊疑问句的 一个构成方式 好 讲过特殊疑问句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选择疑问句了 什么叫做选择疑问句呢 非常简单了 就是提供两者 或者是两种以上情况 供对方选择的疑问句 那这样子讲会比较抽象 我们看一下 这样的句子 do you like tea or coffee 你喜欢茶还是咖啡 who do you like better mother or father 你更喜欢谁 爸爸还是妈妈 are you playing with me or not 你到底跟我玩还是不玩 那这样的是不是 就是一个选择心理疑问句 ok 好 那么选择心理疑问句的结构 我们来掌握一下 第一个 did you go to work by bus or by car 那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构 其实我们就可以总结一下 一般疑问句 加上or 加上可选择的部分 就ok了 ok 好 第二个 do you agree or not 那么一般疑问句 加上一个or not 后面也能构成选择性疑问句 好 第三个 which one do you like the blue one or the red one 那么是特殊疑问句 加上可选择部分 加上or 加上可选择部分 好 那么这三个 就是我们选择疑问句的三大结构 是不是非常好理解 也之后呢 我们来做一下这样的一个翻译题 那条裙子更好看 蓝色的还是红色的 which dress is more beautiful the blue one or the red one 对不对 特殊疑问句 加上可选择性的 好 你去还是不去李老师家 will you go to teacher Lee's home or not 用到一个are not 来应导的 ok 好了 下雨还是没有 is it raining or not 对不对 用到一个are not ok 你喜欢苹果 还是梨子 这里 我们是 do you like apple or pear 那么apple or pear 选择部分 用到or来直接连接 就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三大结构当中的一个翻译题 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的特殊疑问句 和我们的选择疑问句的构成 以及如何去变 那么尤其是在特殊疑问句 就划线部分提问这道题当中 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去反译一下 那么就三步 好 那三步法 希望大家刻到你们脑海当中去 那根据日常的 我们的题目的练习 把这个速度提快 那么今天你场观成功了吗 如果成功的话 See you next time 谢谢大家